习近平18日在中共改革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引发热议 除了无心意又怒火的说法 大多数观点认为习近平叫板美国副总统彭斯 批驳川普总统重建中国的说法 其中习近平说能改就改不能改就坚决不改的经典绕口令 成为了解读核心 分析认为这表明了习近平要坚决延续中共的寿命 而改革已经名存实亡 更遑论政治体制改革 此外习近平念成语波澜壮阔的语音又一次成为笑点 习近平在讲话中声称 在前进路上必须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和以中共十九大精神为指导 牢牢把握改革开放的前进方向 改什么怎么改 必须是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 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 不该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习近平还明确称 40年来取得的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 更不是别人恩赐施舍的 法广报道引述学者邓玉文的说法指 习近平的讲话似乎在跟彭斯斗气 可以看作是对彭斯九月演讲的回应 也是对川普总统说的 美国流出的巨额资金重建中国的反击 网友笑称习近平要走自己的路 让人家无路可走 法广友称别指望中共改革 习近平释放的信号是 该改的都改了 现在是坚决不改 张立凡对习近平的坚决不改的解读是 习近平说的坚决不改 指的是中共的权力和地位 从两会到现在 中共正经历1989年以来最大的经济危机 以及国际上被孤立的政治危机 这种情况可能会危及到中共的执政地位 所以习近平要强调 中共的权力和地位不能变 有意思的是 习近平在释放了任何艰难困苦都能坦然面对 并在他的党领导之下取得胜利的勃勃雄心之后 又称 未来必定会面临这样那样的风险挑战 甚至会遇到难以想象的惊涛骇浪 而他同样能够破浪前行 习近平在讲话中只字未提中美经贸摩擦 或者是中美贸易战 习近平在90天的暂停时间段中将恪守底线 坚决不改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回答美国 希望中国在90天的限期内 按照承诺进行结构性改革的问题时 直接引用习近平的原话称 改什么怎么改 必须以是否符合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目标为根本尺度 该改的能改的我们坚决改 不改改的不能改的坚决不改 同时美国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 17日在接受CNBC访问时称 美中贸易谈判的目的不仅是让中国购买更多美国产品 更重要的是中国需要进行结构性改革 华春莹也就此回应 建议纳瓦罗认真地研读习近平昨天的讲话 托蓝壮阔